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跟交通处长王振宏 针对9026在早上尖峰时间 通勤民众常上不了车的问题 之前到现场体验会刊的画面 而经过研究 市政府将向公路总局提出路线分流的建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9026的起点 几乎是在基金三路基隆世界那边 然后会经过内辽五胜接口 蓝天绿地一路的到我们 从大五轮地区再转到迈金路 可是其实从基金三路基金二路基金一路过来 其实有一个二高 所以我们认为说 真正9026应该考虑分成 所谓的A线跟所谓的B线 从大五轮地区基金三路二路一路过来的乘客 其实不需要再去绕整个迈金路上一高 应该就在二高 我们的大五轮交流道 直接就可以右转上高速公路 这样就可以替基金一路这些大部分的旅客 省下很多时间就不用绕整个一高 也就是说他们从基隆世界开始 到最后一个站是五岭街口 大家不要看光是这样就有11个站 已经经过11个站了 就不要再往迈金路沿路 直接在二高的大五轮交流道 直接上国道三号 也就是俗称的二高 然后往它的终点站南港进行 那么新的B线的部分 就应该从中连仓储发车 也就是说前面上二高的部分 就已经疏解掉了 然后一路从石皮赖站 新山进水厂 安乐二阶 复利三阶口 一路到复佑医院 长庚医院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本府提出来建议 应当能够有效的疏解9026 不管是排队时间非常长 或者乘车时间非常长 等等相关的问题 我们会具体的跟公路总局 去做出建议 我也会实际的会去拜访 这个我们公路总局的局长 希望他能够拨控接见 时间大概在四月的下旬 四月底前 我们就要完成这个拜访 那另外三月二十号 公总也已经同意 包括有统联 我们原先的一个首都 大都会国光 释迦客运 整体进来所谓的一个 运量的一个提升 那刚刚市长也提到 这个四个客运业者加进来 其实对我们AB的分流是有注意的 也许有例如说两家或三家的业者 我们来经营A 那其他家来经营B 市府交通处也进一步说明 感谢公路总局和立委积极协调 目前有四家业者来支援9026的运量 如果能进一步采取路线分流来行驶 将有更大的注意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也预计在四月底前 拜会公路总局局长 希望能进一步解决9026通勤族上不了车的问题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